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就爱新欢》已经到了第18个年头了 应该说在古典诗词的一个 现代的全世界发展上面 18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就爱新欢》这样的一个比赛 《平信而论》我觉得 它有一个非常比较深厚的 一个文化的一个底蕴 简单来说 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古典诗词 它为主要的一个 应该说它的一个蓝本 那么把我们这些 所谓的最经典的这个古诗词 能够用现代的一种音乐的形式 来把它展演出来 那么《平信而论》 这是一种怎么样呢 可以说是一种古诗词的一个在创作 因为诗词它本身 就是一种音乐的文学 在古人他们在创作古诗词的时候的话 他们跟音乐跟生情 是绝对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的话 都应该有它不同的一种语文 乃至于音乐形式的一种展现 那么既然这些最经典的东西 到了我们现代来说的话 我们当然也很希望 能够跟现代人的一种情怀 现代人的一种音乐 来去做一个扣合 很多人认为所谓的 旧爱新欢比赛的话 其实我只要以古典的诗词曲 或者是散文 我以它为怎么样呢 为蓝本 然后我就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就现代的音乐 来去做一个结合 去呈现它 有那个音乐的形式的话 就是所谓的一个旧爱新欢 其实我个人认为 在形式上或许像 但是在内涵上 我个人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期许 或许在怎么样的音乐的形式上 我们看到了很多现代的元素 在这里头 但是我倒是觉得说 属于古典诗词的一个精神内涵上面 我们往往有一点点忽略掉了 甚至于有一点点宣宾夺主了 我们把现代 我们所加的那个东西的话 基本上来说 它已经占据了这首诗歌的 应该说你心壮的曲子的一个 绝大部分的一种 不管说情景 或说这种情感 以及内涵上面的 完全已经几乎掩盖住 它主要的一个诗词的 一个表现的一个内涵了 当然你也有一些演绎 甚至于有一些新的一些诠释 好的 表示说你还能够扣合这首诗 这却词 它本身内在的一种情感 来去做一个现代的一个呈现 这个还OK 但是有些在赏息上面 你做的并不够确实 甚至于你去曲绝了这首 这首诗 这却词的它一个内涵 做了一个你比较随性的 甚至于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认知 一种解读 然后再把它去扩大 然后再去做这样一种呈现 其实我就觉得 那已经完完全全走调了 走位了 甚至还有一些 严重的违反到 我们在比赛规则上面说 不能够去拆解掉 那么这原本这首诗词 它的一个结构的 甚至去更改它的词句的 这个都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的 简单来说的话 我们是不是能够 再回归到这诗词的本身 我们去能够很深入的 很正确的去赏息解读之后 在这一个非常深刻的 完整的一个理解之后的话 再加上我们的一个 现代音乐的严肃的一个结合 到底怎么样来呈现 古典诗歌的一个内涵 你要选定哪一首诗 哪一却词 甚至于哪一篇散文的话 好好地去解读它 我所谓解读的话 现在的资讯非常发达 你去找 你说上网去查很多的资料 有不同的版本的一个解读 我都觉得你应该 好好地去研究它 其实我们很希望就是 参赛者能够就 你所选的这个题目当中 这个题目好好地去深究它 是不是从它的一个 诗词本身的意涵当中 先花很多的时间 慢慢地去研读 研读反复地去看它 然后再找到里面 有没有可以 我们可以去发想 然后去呈现它的 再从音乐当中 来去做一个连结 但是我有时候一直觉得 大家都是先从 先想到了旋律音乐的话 才去找这个曲子 那我现在 我倒是觉得很希望你们 先回归到文本 也就是诗词的一个本身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 创作的一个准备的工作 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 更让我们期待的一些 一些创新的一些作品 呈现出来 而且更能够扣合 古典诗词的一种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nsomm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